周英俊老師馬上幫大家 進行數字測驗 我們來測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和樂融融嗎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4930 5814 3671 1753還有2046 直覺囉 明俊 我們來看看3671 3671 現場是張老師還有 李老師你們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能夠 和樂融融 世代同桃 溫馨和樂 親人和樂融融 其實就是整個家族 因為我們所謂的世代 應該是說人很多 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的 兒女們都一起就是說人很多 可能現在大家都在流行那個什麼 露營什麼什麼 那你可能說大家一起去一下 不知道這個一個露營下來 你覺得自己放鬆了 爸爸媽媽也一起去喔 他們也很快樂 而且你的小孩子 開始手機都不用沉迷 都不會沉迷了 開始覺得一家人的那個 互動各方面都非常好 所以是在以親人之間是和樂融融的 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讀定音的1753 還有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 到底是在哪一面和樂融融 同事和樂融融 對 就再也不會這麼吵吵鬧鬧的 就是同事之間和樂融融 可能就是同事之間的互動 開始很良好 互相的去切磋 而且互相的相知相惜 知道怎麼樣來 我們讓我們這個整個團隊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團隊 往前去推進 讓你的工作非常的快樂 在這工作環境裡面 是非常快樂 非常愉悅的 而且也讓你的工作 是會一直的提升的 對 你要和樂融融 要跟團隊非常和樂的話 唯一的方式就是 請我們吃火鍋什麼的 這個就是最困難的一點 這就是你看 不過沒有問題 因為他請 那你請也可以 沒有 因為他比較需要 他70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5814 5814就是盡准選的 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 到底在哪一方面 跟誰和樂融融 我跟客戶 對 跟客戶是和樂融融的 你才要請吃火鍋 你想要 客戶想要買的東西 你想要賣的東西 剛剛好都切額得很好 而且各其所需 他要的跟你要 你要推產出去的東西 就剛剛好 而且大家也會很和樂 因為怎麼講很和樂 因為他可能造很久這個產品 就你才有 就是說他可能想要你這個 這樣子模式的主持人 剛剛好他也就是 你就是他符合這樣子的 當然他就可以推展出去了 所以就是以客戶方面 就是和樂融融 相當的不錯 再來我們看看 2046 2046是民間選的 觀眾朋友選的 在哪一方面是和樂融融的 這個叫洗手並進 敬服洋溢 愛人和樂融融 可能那個甜蜜的那個滋味 可能你跟你愛人 或是說如果沒有愛人 或是港星交的男朋友 都一樣 滿床都是貓 我們可以去 就是可以去看一場午夜場 或甚至於說在平常時間 他打個LINE的愛的信息 你打個愛的LINE的信息給他 所以你們之間的那個共同話題 共同的那個想法都已經溝通了 所以在各方面 你會覺得非常的甜蜜 喝起水來都會覺得很甘甜 再來我們看看 那這是4930是以威選的 是在哪一方面能夠和樂融融 沒有 大單簽訂 這個叫歡樂鼓舞 你老闆和樂融融 有時候像觀眾朋友如果說 你可能跟老闆一起出去應酬 你要知道怎麼樣的去 幫他擋久 或是說幫他把這個簽單簽進來 所以這樣子老闆對你會很有信心 有任何的事情 他第一個會想到你 當他以威的話 你可能就是 因為你的信息會發出去 讓你的老闆 讓就是說 因為老闆 有的是固定老闆 有的是不固定老闆 是說 可能就是大的那個老闆想要來 看看你可不可以簽到 又就是簽企業 那可能他會知道你 你就會發出那個信息 是讓老闆對你有信心的 所以這樣子你就能夠拿到 所謂的大訂單 那所謂就是簽到很好的耶 就是能夠歡欣故事 以老闆能夠和樂融 其實就是在工作事業上面 會非常的好